好 我们来关注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项目 下周国家文物局主导的最终评选将会在京举行 今天呢 我们带您走进湖南里县基教城遗址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 这里发现了面积高达600余平米的大型房屋基础 年代距今约4700年 这就是基教城遗址那处史前大型房屋基址 2020年和2021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用了两年的时间将它逐步揭示出来 依据发现顺序 考古专家把它编号为房63 它由主体建筑和外围廊道组成 基本上坐北朝南 主体建筑长42米 宽10米 从东到西 面阔5间 共7室 室内建筑面积420平方米 加上廊道 总面积高达600余平方米 在中国史前实际上超过600平方米的房子 是极少的 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的 经碳14侧年 再结合地层堆积综合判断 房63距今至少约4700年 实际上我们一共发现了10座 都是全领文化时期的 但是以这一座是规模最大 保存最好 年代是最晚的 顺便它的这种监督技术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积累 大致一两百年左右 所以他们也有这个技术能力来建造这么大规模的方式 随着考古的推进 搭建房63所用的木材以及加工方式 尤其让考古专家感到意外 所用木柱极为考究 直径约半米的木材 切成两半 切个面外置 便于铺设墙板 转角处用四分之一原木做转成 直径长达一米 而且它的木材都是比较好的 然后经过我们初步的鉴定主要是以南木和象征为主 而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这种比较多的这种木材的知识 它在建房的时候是对木材具有很强的选择性的 而开挖一米深的基槽 垫木板于立柱之下防止下沉 这一建筑方式同样是目前考古中最早的发现 房六十三规模超大 结构规整 建筑方式尤为独特 有学者称其为中国考古百年首次发现 填补了中国史前建筑史的空白 现在考古专家初步推测 房六十三因为高等级建筑 可能具有公共属性 对它的复原工作已经展开 那么就在考古专家为发现这座史前大型房屋兴奋不已时 惊喜再次出现 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体量巨大的水稻壳 那随着发掘的推进 考古人员又发现了四千多年前的三道离痕两行脚印 水稻的来源之谜被逐步揭开 在紧邻基教城遗址史前大型房屋的西侧 考古人员发现一处骨康层 面积约80平方米 厚度约为15厘米 他们随即用显微镜观测 发现了大量的水稻壳双峰形直规体 确认其由单纯的稻壳铺铺成 经初步测算 这片骨康层所代表的稻骨高达4.4万斤 实际上我们是测算了有80平方米的位置 关于它的实际面积肯定要大很多 至少有几百个平方米 只是我们还没有发掘 那么这就是一个很盘大的寿子 说明了这个粮食的 它是有公共的这样的集中统一加工储存 以及对于它的这个骨康的这样的一种处理的这种方式 那都是一种统一的行为了 这就说明这个社会它实际上已经是非常的复杂了 专家介绍 湖南为我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 上万年前开始种植水稻 经过四五千年的发展 积教城遗址上的稻作水平已相当高超 寻找这些水稻的来源 寻找这里稻作农业的组织方式 成了探究积教城遗址文明发展程度的一把关键钥匙 在更远的位置 考古人员在石家河文化层中 发现了四千多年前的三道离痕两行脚印 积教城遗址的稻田片区逐步被发现 持续四年的发掘 考古专家现在已经基本确认 到石家河文化时期 积教城遗址的水稻田 分布于二重环毫与三重环毫之间 以及三重环毫之外 面积接近十平方公里 水稻田还用平行水渠分出空间 且以水系连通 我们认为积教城 它是见证了长江中游 稻作农业文明一个非常发达时候的 这样的一种残造 积教城的灌溉的农田 灌溉的水渠 灌溉的系统 非常的完整 到现在为止还在为当代服务 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这个脉络 意脉相成 通过近四年的考古工作 积教城遗址的总体布局 也逐步的被揭开 就像现在的城市环路格局 约四千多年前 积教城遗址就形成了 以三重环毫做空间区化的 城豪聚落集群 考古发掘显示 积教城遗址上最早遗存的年代 为距今约八千年的 彭头山文化时期 游子岭文化时期 开始在聚落的外围 开掘壕沟 形成环壕 面积约四万平方米 这个早期的环壕 废弃以后 然后在外面挖更大的环壕 开始建成 然后这个时期 发生在缺岸岭文化时期 然后绝对年代 大约是距今五千年前后 那么到了石家河文化时期 然后开始向外围扩大 然后挖了第二圈环壕和第三圈环壕 此时 积教城形成了 由城址本体 城外聚落遗址 外围环壕 以及平行水渠 和稻田片区 所组成的城豪聚落集群 考古发掘显示 二环以内 有连续的文化层分布 二环以外 基本上没有文化层堆积 这成为专家判断 各个分区功能的主要依据 它的功能分区也是比较明确的 第一圈环壕以内 肯定是一个城内的主体 那么第二圈环壕以内 也是主要作为生活和救助区的 二层环壕以外 主要就是用来种水稻的 一直延续到了 距今3900年前后 基本上较为完整的 演化了这个文明起源 这种阶段的一个社会历程 从距今约5000年开始建成 到距今约4000年废弃 基教城经历了上千年的连续发展 专家介绍 近三年的考古发掘 总发掘面积为1850平方米 而整个基教城遗址 面积可达10平方公里 包括史前大型房屋 数万斤水稻在内的考古发现 也只是基教城遗址的冰山一角 那么这样的一个连续稳定 持续的发展 支撑这样的人口和社会发展的是什么呢 是农业 是到处农业 而中国呢 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立国 能够在自身的这块土地上 完全可以独立的发展出自己的文明 而我们基教城这次的考古发现呢 他把这样的一个过程 给完整的揭示出来